朱九珍出手点了张无忌的学道 让张无忌心中很是不解 他解开学道后跟踪起了朱九珍 竟然发现平日和他如胶似漆的朱九珍 再和他的表格未必优惠 朱长宁也出现在了视野中 张无忌偷听到这里 已然觉察出些许不对 未必这时提出告辞 要去见他的师父武烈 也就是武清英的父亲 朱长宁正好有事找武烈 商量去往冰火岛的事业 张无忌跟踪朱长宁三人 来到了一座墓屋外 偷听起了朱长宁五人的对话 他惊奇地发现 武烈就是那个假谢迅 朱长宁去往冰火岛 并不是为了躲避追杀 而是为了暗算一副谢迅 夺取他手中的屠龙刀 张无忌怎么也想不到 他深爱着的朱九珍 更是一个心如蛇蝎的女人 竟然表示在夺取屠龙刀后 要拿张无忌好好出气 先是弄瞎他的双眼 再把他留在冰火岛上自生自灭 得知真相的张无忌内心崩溃 生无可念地跑了出去 原本他以为遇见了真爱 遇见了真心对他好的人 谁知这就是一场骗局 将他给伤得体无完肤 他自责没听音素素的话 贸然相信了长得漂亮的女人 差点带人去伤害自己的衣服 这时朱长霖找了过来 试图自圆其说挽回形象 张无忌对此感到恶心 让朱长霖不必演戏 他已经得知一切真相 我会用天下最毒的刑法 逼你带我们去冰火岛 人心性恶 让我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眷恋了 我一死 反而无枪无挂 张无忌我不准你死 张无忌身无可念一心求死 带着朱长霖一起坠落悬崖 朱长霖自食恶果成了张无忌的垫背 反而让张无忌大难未死 只是摔断了一条腿 张无忌本来已经心死 如今却认为自己活下来是天意 重拾信心准备与命运抗争 他拖着受伤的断腿 艰难地爬行了三天三夜 终于发现了一座木屋 有木屋就一定有人住 张无忌爬进木屋休息了起来 夜晚降临 张无忌被一阵脚步声惊醒 慌忙来到门前查看了起来 发现有人拿着灯笼靠近木屋 张无忌以为遇见了鬼 心中害怕拿起木棍防身 张无忌和拿着灯笼的女人 都被对方给吓得不轻 两人发现对方都是人 这才松了口气交谈了起来 女人长相丑陋却心地善良 曾在蝴蝶谷和张无忌有一面之缘 正是当初跟在金花婆婆身边的小女孩 同时也是鹰野王的女儿 名字叫做鹰黎 鹰黎让张无忌留在了木屋 还每天给张无忌送来食物 两人一来二去就熟悉了起来 张无忌得知了鹰黎杀害二娘 渐渐害死自己的亲娘 还遭到亲生父亲追杀的悲惨命运 她的脸之所以如此难看 也是为了修炼千株万毒手 去找亲生父亲替娘亲报仇 更巧合的是 张无忌发现眼前的鹰黎 竟然一直在苦苦寻找自己 而她则是一招被蛇咬十年怕紧绳 再也不敢透露真实身份 谎称自己叫做曾阿牛 无意中欺骗了鹰黎 画面一转 鸣教一军声势浩大 让汝阳王忌惮不已 她派遣自己的女儿赵敏 负责剿灭鸣教平息叛乱 赵敏从成坤口中得知 杨霄为了替记小福报仇 利用鸣教的势力对付鹅梅派 于是决定进一步挑起 两大势力的矛盾 很快赵敏格之鹅梅弟子的下落 乔装打扮前去挑拨离剑 是鹅梅派的吗 我们是鹅梅派的 很好 你是什么人 你是univers 好